这个九岁小女孩突然发现自己好像怀孕了,可无论她怎么努力,都穿不上自己最大马的铜装。 妈妈虽然很惊讶,但根本没往怀孕那方面想,只是安慰女儿说可能是消化不良,吃点药就好。 然而,到了晚上,女孩却躲在卫生间里大吐特吐,像极了孕妇的认诚反应。 妈妈被吓坏了,焦急地抚摸着女孩的背,爸爸赶快递过毛巾,打算等天一亮就带孩子去医院检查。 可就是这么一耽搁,女孩的情况变得更加严重,她的肚子越来越大,躺在后座上,不省人事。 等来到医院,医生为女孩做了全身检查,结果出乎意料,因为单从图像上看,孩子很正常,并没有任何问题。 妈妈一听就急了,女儿的肚子快有九个月孕妇那么大,还恶心乏理,头晕呕吐,这明显就是怀孕的表现。 可医生却解释说,孩子应该是患上了乳糖不耐症,导致消化不良,所以肚子才会突然变大。 听到这话,妈妈更懵了,但有结果总比没结果要好,夫妇俩选择的心终于放得下来。 然而,就在当天晚上,妈妈突然被女孩的哭喊惊喜,她急忙跑上楼,冲到女孩的房间,结果刚一进门,就看到女孩捂着肚子,痛得满头大汗,在床上打滚。 夫妇俩大惊失色,不敢再耽搁,立刻动身,连夜把女孩送往当地最大的医院。 没曾想,等到了急诊室,年轻医生却大大咧咧地说,像这种情况,属于正常的胃食道逆流,饭后多散散步就行,说完扭头就要走。 夫妇俩追到门外,求医生重新检查,可医生却不耐烦地说,如果不相信,你们就换给医院,不要来这里耽误时间。 这下,妈妈彻底火了,她一把拽回医生,像保护幼崽的母狮一样,眼含泪水,表达了自己的愤怒。 见家属如此执着,医生只能点头答应,然后信心地走开。 夫妇俩焦急地等了一夜,直到天蒙蒙亮,新的医生才走进病房,向他们汇报检查结果。 然而,医生的第一句话就让夫妇俩愣住了,经检查,女孩得了腹部梗阻,也就是俗称的肠子打劫。 如果不马上进行手术,很快会面临生命危险。 没等他们反应过来,两个护士便走进病房,开始为手术做准备。 其中一个护士拿着管子,对爸爸比划说,待会儿要把这东西插进孩子的鼻腔里,需要他帮忙把孩子按住。 虽然早有心理准备,可接下来残酷的一幕,还是超出了他们的想象。 一直到女孩被送进手术室,夫妇俩都没能缓过神来,生怕孩子在手术中出现意外。 幸好,手术很快便结束了,可他们万万没想到,孩子遭了那么大的罪,不仅没能好转,病情反而变得更加严重。 原来,医生在手术中发现,女孩的肠子之所以会打劫,是因为她患有严重的肠道蠕动异常。 身体完全没办法消化食物,更让他们绝望的是,这个病目前并没有治疗手段,只能靠鼻胃管输送营养液续命。 听到这里,妈妈痛苦地闭上了眼睛,不敢去想,女儿今后该怎样生活,没等医生说完,她便像丢了魂一样,呆呆地站起身,独自朝外面走去。 现实如此残酷,但无论他们是否接受,生活仍旧在继续。 此后,女孩只能通过鼻胃管获取营养,除了五颜六色的药片之外,再也不能吃任何东西。 妈妈虽然表现得很乐观,但每当看到孩子痛苦的表情,她的心里就像针扎一样难受。 尽管医生说过,女孩的病没有治疗办法,但做父母的,又怎会眼睁睁地看着孩子受罪。 妈妈开始给各大儿童医院打电话求助,而爸爸则抵押掉自家的农场,又变卖了大部分资产,为女儿的求医之路提供物质保障。 然而,小半年过去了,打出去的电话就像石沉大海,完全没有动静。 一向乐观的妈妈终于开始动摇,她摊坐在门前,喃喃自语。 觉得女儿或许是命该如此,无论再怎么努力,也无法改变。 可是,就在妈妈心灰意冷,打算放弃的时候,大女儿失望的眼神却警醒了她。 如果每个家长都如此软弱,那等孩子们长大之后,又怎能勇敢地面对自己的人生。 想到这儿,妈妈不再犹豫,隔天一早便带着女孩坐上了前往波士顿的飞机。 这里有一位欲满全国的儿科医生,之前怎么也预约不上,但现在妈妈要主动出击,亲自上门求医。 然而,面对这不请自来的母女,医院虽然同情,但也只能按照流程办事。 她们想看病,就得预约挂号,至少要等半年左右才行。 对于这样的结果,妈妈早有心理准备。 她深吸一口气,把眼泪憋回肚子里,然后拉着女孩默默地离开了医院。 没曾想,就在她们准备打道回府的时候,妈妈却突然接到医院的电话,让女孩明早七点去就诊。 虽然不知道医院为何突然改变主意,但这个消息还是让妈妈欣喜无比,脸上的笑容怎么都止不住。 第二天早上,妈妈如愿以偿地见到了全国最厉害的儿科医生。 她虽然不能彻底治愈女孩的疾病,但能用特效药帮女孩消化食物,从而摆脱胃管,过上正常的生活。 听到这话,妈妈长舒一口气,医生自信的眼神让她看到了久违的希望。 不料,医生却划风一转,说这种办法治标不治本,副作用尚不清楚,需要每周回医院复诊观察两天。 妈妈沉默了,从家到波士顿的医院,足有三千公里,抛开治疗费不谈,每周来回的机票就是天文数字。 可是,为了女儿,她只能咬紧牙关,决定就这么办。 很快,女孩第一阶段的治疗开始了,虽然肚子还是那么大,但摆脱胃管之后,她终于露出了久违的笑容。 然而,随着治疗的深入,副作用却比医生预想的还要更加强烈。 没到深夜,女孩的肚子便会传来难以忍受的剧痛,无论用什么办法都不能缓解。 夜以继日的痛苦,不断折磨着女孩的身体,同时也在折磨着妈妈濒临破碎的内心。 渐渐地,女孩彻底丧失了斗志。 她开始绝食,不洗澡,拒绝配合治疗。 妈妈虽然生气,可是到如今她也没有办法。 漫长的治疗过程和巨大的开销,早已让这个坚强的母亲再也看不到任何希望。 妈妈无助地坐在窗户边,拿起手机拨通了家里的电话。 她绝望地哭泣着,对电话那头的丈夫说,咱们不治了,让孩子回家吧。 出院这天,医生亲自把女孩送到门口。 她很内疚,因为自己没办法拯救这个可怜的孩子,只好用微笑来掩饰心中的悲伤。 看着女孩离去的背影,医生处在原地,默默地叹了口气。 人力有时穷,在无情的命运面前,坦然接受,或许才是最好的结果。 然而,令人揪心的是,命运似乎仍旧不肯放过这个可怜的孩子。 回家之后,女孩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,每天坐在门前发冷,等待死亡的到来。 为了哄她开心,姐姐把女孩带到院子里,提议说,要不要像小时候那样一起爬到树上去。 女孩本想拒绝,但在姐姐的鼓励下,她还是勇敢地伸出手,没一会儿便爬到了树上。 姐妹俩眺望着远方的美景,开心地聊起了小时候的故事。 女孩终于露出了久违的笑容。 可就在这时,偷撞的树枝突然往下一沉,裂开了一道大口呢,把姐妹俩吓得半死。 姐姐让女孩先走,爬到大树的中间去,可下一秒意外却发生了。 我并不想把你移动了,你需要把你移动了。 我的天啊! Emma!Emma!Emma!Emma,你听我吗?Emma! 听到大女儿的呼喊,爸爸及时赶到,架起梯子朝树洞里张望。 可是,树洞太深了,里面黑漆漆一片,根本看不清女儿的情况。 夫妇俩心急如焚,只能向消防队求助。 十分钟后,消防队赶到现场,立刻展开救援工作。 然而,救援难度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。 这棵树实在太浪,不能直接砍断,否则会对女孩造成二次伤害。 只能搭云梯,从上面慢慢把人带出来。 虽然消防队素质过硬,但闻讯赶来的记者,却丝毫不看好女孩的状况。 这棵大树左右三米多高,她头下脚上掉进树洞,伤还的可能微乎其微。 当得知女儿很可能已经死亡,妈妈紧紧捂住胸口,彷徨地望向四周。 她张开嘴巴,却发不出任何声音。 丧女之痛彻底毁了这个坚强乐观的母亲。 妈妈哀嚎着,走到大树跟前,半跪在地上,用额头抵住树杆,恳求老天开眼,放她可怜的女儿一马。 这一幕感动了在场的所有人,大家自发地走上前,围在妈妈身边,真诚地为女孩祈祷,希望会有奇迹发生。 经过三个小时的漫长等待,女孩终于被吊出了树洞,看着女儿像布娃娃一样缓缓落地。 夫妇俩的心狠狠地揪在了一起,生怕等来的只是一具冰冷的尸体。 然而,就在她们外念去婚时,奇迹却发生了。 得知女儿还活着,妈妈身子一软,差点瘫倒在地上,可更神奇地还在后面。 经医生检查,女孩从三米高的树洞坠落,非但没伤到脑袋,就连轻微的擦伤也没有,只需打一点葡萄糖补充能量,就能出院回家。 没曾想,就在妈妈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,奇迹再次降临。 隔天早上,她惊讶地发现,女儿的肚子竟然恢复了正常,还特有胃口地说想吃烤肉。 妈妈来不及高兴,急忙带女儿前往波士顿,找医生做详细检查。 等看完检查结果,医生也傻眼了。 一夜之间,女孩的身体居然完全恢复了正常,这种情况已经不能用医学来解释。 回家之后,女孩登上了热搜,大家都觉得是上帝显灵。 媒体们蜂拥而至,把女孩一家拉到教堂做采访。 然而,面对众人期盼的眼神,妈妈却不知该如何开口。 因为她心里明白,所谓的奇迹并不是上帝显灵,而是他们求医路上感受到的每一份善良与温暖。 是学校里从未歧视过女孩的同学,是母女俩没钱吃饭时帮忙打折的好心服务员。 是机场里假装系统故障,让他们用过期优惠券买机票的售票小哥。 是那个情愿丢掉工作,也要想办法为女孩岔队就诊的医院前台。 是住在隔壁,把小宝宝藏进车里,不让哭声影响到女孩休息的邻居。 讲到这儿,妈妈的眼眶湿润了,她不知道上帝是否真的存在,但善良,勇敢,坚强,还有人们无私的关爱,就是这个世界上最美好的奇迹。 是位网站宅